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下这一次的最新一期的一个荆州刊 上面有个数字 提到的是台湾的薪资 这段时间大家也经常做检讨 那它呢是特别 荆州刊里面是引述的来自于美商 一家叫做 涛瑞 涛月企业管理顾问公司 在今年亚太地区 有关于薪资的福利报告 这个数字都是 所有管理部门资深经理的 平均年薪 大家看一下 在亚太地区日本排第一位 香港 新加坡 中国 北极 韩国 中国 上海 马来西亚 印尼 台湾在这边 台湾在各个管理部门的 资深经理的平均年薪是 一百八十多万 只领先菲律宾跟越南 这个让人非常的胆战心惊 因为前段时间也有不少在讨论 台湾未来会不会越来越菲律宾化 因为好像 现在在国际间调查的一些数字 台湾的竞争优势 如果排在前几位的话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台湾的劳工便宜 其中文的确如此吗 没有错 我想这个数字里面 有一部分可能是失真的 为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资深的经理人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他的年薪非常高 但是在这个数字上会出不来 因为这些人是台商 他的钱是领在香港 所以会在其他地方 频率上去 他会在其他地方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们在 这些统计资料里面会失真 很大一部分 那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的税法 我们如果不改变 我们的税法 不让我们的这些 海外的这些 在赚钱打拼的台商 可以愿意拿钱回来 的话 他们今天怎么会 在这边诚实纳税 他们怎么会去 申报他的薪资 所以你的数字 永远都是失真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台商 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很多台商都在骂 最近 这个马政府不在讲吗 他说我们要引导台商 回台投资 就一回来 马上他先给你磕税 你所有在海外赚的钱 现在回台湾的时候 先给你磕一笔税 有哪一个笨蛋 会把钱送回来 给你磕税 可是这样讲 万福大哥 如果你不去磕这个税的话 马上就有媒体 或一些其他不同的族群会讲说 你土地财团 你对这些回来投资的台商 特别好 这个向财团靠拢 一定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对不对 其实马英九最大的这个问题 但财经方面 我认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这种 本质学能也不够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就算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 他应该会做吧 比方说林医师案 他至少要把他的姿态表达出来 那我这边我就要讲一个蒋经国 那个时候发生一个 基隆海关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贪污案 是蒋经国个人侦破的 他怎么侦破这个案子 个人侦破 对他听说 基隆海关贪污非常严重 他就一龙枕装 蒋经国就穿了一件便服 他假装是要去验关的商人 他要去验关 当时他时任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 反正他长的那个样子 也是土土的 他就穿了一个便服 然后就去验关 然后就看前面排队的人 跟那个承办人员 看他是什么口气 那承办人员就说 刁难他说 哎呀你这个手续 我们这个要盖14个章 你这边还有五个地方 都程序都不够 政见也不足 就刁难他 然后呢 蒋经国就跟这个人聊天 他说我已经三次 我已经被退了三次 他就要红包 后来就查到 基隆海关的副总税务师 叫白沁国 贪污 跟一些警总的人 安检处的人 大概有十几个人 是一托 大家就一起贪污 警总的这些军官 全部被枪毙 白沁国被判 无期徒刑 就是因为这样子 老百姓对他有感 觉得这个行政院长 你看他一上任 他就马上破大案 贪污的全部抓起来 好那林医师 我们现在不管他贪不贪 但你至少 你马英九 你要把你的态势做足 对不对 虽然他是不沾锅 不碰司法 要让司法独立 可是他本身 有没有让老百姓有感说 你对贪污的态度是什么 你不能嘴巴上说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们真的 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更不要说 对于财经方面 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我评算下坡 我们还要把这底情 格复污污 那